呃 大家好 呃 刚刚有一个有功的道语 呃 也是一个法师的 国际级法师 跟我一样啊 因为我是国际大法师的主席嘛 他来跟我讲 说他遇到了很多 很多的信众 跟他讲说 无效退废 找他做法术 可以不可以无效退废啊 或是先付一半 那还有那种说分期付款 哦 就他们有这种情况 他来跟我讲 那当然 我就 跟他们分析啊 如果我们法师 对我们自己很有信心 你很有信心 你很有那种能力 哦 你就 我们通常啊 以我们门派啊 记忆门毛三派 好几十年来 从来没有那种 那种什么 无效退废的那种 那种说法啊 我不知道其他的人是怎样去做啦 那但是我这个朋友 我跟他讲说 我们 对我们自己很有信心 通常要神也要人啊 那也请我们的信徒 信众 他自己要增强他的能量 增强他的磁场 对不对 那我们也可以跟 跟我们的一些信众讲嘛 说 我们当法师的 在帮你们社坛做法事的时候 我们要付出的是香油纸钱 要付的是每天 每天帮他做的 一些 行善不思消灾解恶的这些法事 所以说 没有那种 没有那种什么 无效退废啦 或是说 先付一半啊 有效债来讲 当然啦 我也有遇到啦 好 其实 嗯 这些东西有关于一种 一种问题啦 就好像我们去吃面 去吃饭 去买东西 买衣服 你不能把人家吃一吃之后 说啊这个不好吃 我不用钱 啊好吃 我好吃了 好吃 我才付 先给一半好吃 我才付完 也不能有这种说法 好像我们去看医生感冒 感冒生病啊 或是去开刀手术啊 你不能说 你帮我医好了 医好了 我我才付钱 或是你没有医好 只有退钱 或是说分起户款 等等的这些说法 没有 没有人是这种的一个理解的 而且我们是法师 从小我们 我们的练功的技术 我们的证照等等的 也是如此啊 好对不对 好像说我有一个客人 他去别的地方说 一半的 你先付一半 先付一半的钱 然后有效 然后再付另外一半 那我也敢啊 如果我开的价钱是 好几十万 你先付一半给我 然后我没有效了 没有效了 那就算了嘛 那很多法师 很多道士 他也是会这样做 我们是不要这样的 我们对自己很有信心 所以说我们的来讲 就是没有那种 那种说先付一半 或无效退费的 好谢谢